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德勒在2019赛季继续着自己的状态 常兴瑞世人竞技状态不断升温后 他未免傲望的前景也水涨船高 在福地赢得职业生涯 第一百座单打冠军 看上去近代咫尺 我现在距离这一目标 非常接近在我参加的每项巡回赛 人们都会就此讨论 费德勒说 我尽力不让自己前瞻得太远 不过 如果我能在傲网有百分之一百的发挥 我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我会为此拼尽全力 出席赛前新发费德勒还谈到 在37岁的高龄 他自信不用训练太多 也能打出好状态 即便我没有训练太多 我仍觉得自己能达到一个好的水准 也许这要承担一定压力 德约安迪 要坚强 如果要强行在四巨头中组CP的话 德募CP一定会榜上 有名在募雷宣布退役计划后 德约在ins上向好友表达了诚挚的祝福 2001年的法国塔布 我们首次相识 首次交手 从那时开始 我可以意识到 我们彼此拥有了个不可思议的对手 会在未来很多年在最大的舞台隔往 相对你努力去做一切不乏勇气并鼓舞人心 在你宣布退役决定后的一天 我遇见了你 我不知道如何对你所经历的一切表达同情 作为运动员 网球运动员 以及你的朋友 我尊重并全力支持你在本届二网中的每分 每秒 无论发生什么 我会一直将这些年来 我们之间不可思议的比赛珍藏感激这些经历 至于你最大的拥抱安迪 要坚强彭帅组合奥网首轮营恶战 在2019奥网单打签表揭晓后 奥网组委会也在今日公布了双打签表 对中国军团而言相比于单打赛场抽了下签 他们在双打赛场倒是签运颇加三号种子 徐伊凡 达布洛斯基 首轮迎战斯特里科瓦万卓索瓦 过关难度不大美猛女双四强张帅斯托瑟 对阵库兹莫莱巴里科瓦 若中奥组合能延续上赛细末的发挥取胜不在话下 不过 彭帅扬昭宣首轮遭遇阿扎伦卡巴蒂 这对种子炸弹晋级前景 着实难以预测 其余场次寒心运游拉克 迎战帕弗有琴科瓦赛瓦斯托瑕 断营营拉普特 对阵科斯蒂亚奥斯塔彭克正赛赛克鲁迷奇 对了亚当萨特摩尔 王亚凡基切洛克迎战卡拉什尼科瓦亚斯特雷姆斯卡 王强奖心于迎战帕门蒂尔萨卡里南双赛场 公报新张泽首轮对阵克里赞马特科夫斯基 莫拉特格鲁谈小威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他想要打破记录 尤其是马格丽特考特的记录 莫拉特格鲁在谈及小威的奥网目标时 说从去年产后回归开始 小威便一直在向马格丽特考特24座大满贯冠军的记录 发起冲刺但遗憾的是 背靠背打进文网 没网决赛的他 在最后一刻 功亏一篑不过经过近四个月的休养后 小威计划卷土重来这份压力 是你在职业网谈经历道的最大压力 因为你视为历史而战 这是一个真的挑战 他还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继续提升他的网球 因为如果他做不到 他永远都无法打破记录 不够对小威这样G-O-A-T级别的球员来说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那显然是我想赢得的成就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必须击败很多顶尖球员 他说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Alex 按订阅 一 一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